作为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古雨的雨水无疑是温暖且充沛的 在雨水的滋润下 地里新种植的农作物 快速发芽和生长 所以有农宴说 古雨前后一场雨 胜似秀才种了菊 此时种下的是一整年的富饶与安宁 这块地平时他们是种什么粮食作物 一般来说嘛 土花叫黄豆了 黄豆啊 还有种南瓜 冬瓜 我们村民已经在土草翻过以后 这个地才比较发 要是我们这块地 你这不都已经翻好了吗 很松辣都 对 翻过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播种 那我们就跟着您 学一学好不好 我们也没弄过 我们先来种玉米 先我们叫大一个孔 但这个孔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 它间隔基本上是三十到五十公分的距离 是最佳的 长在一起呢 就是互相影响这个采光 一般来说呢 我们两到三棵 那么最好呢 它采一下 它这个种子就是粘在这个土地的上 沾住以后 它的抓地力非常强了 长得非常茁壮 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盖住就行了 不能盖得太多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旱作物嘛 旱作物 不是水稻的 水稻的话要水 那旱作物的话 因为到时候雨水下来 它有一点 有留个坑 蓄水 对对对 太好了 黄老师 我撒几点种子 给我 好好好 好嘞 小吃的行的 就这个 三粒 来我来这 好 这个就 这身体了 差不多 咱现在这个就叫男人 咱们这身真男人 拿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粒 到田里干活 上面一个田 下面一个粒 这就叫男 它不叫女人 女人是个相形字 它是形象的 有自己的logo的 我们男人比较惨一点 就是干活的人就有男人 是 对 那个甲骨里有一个字 很有意思 它有一个田 上面有一棵巨大的草 意思就是 那个草跟田一样大 啥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田里面种满 这个就叫辅 就是杜辅的辅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字 变成了一个 对男人的一个尊称 辅就是美男子的意思 杜辅自子美 就这意思 对 我们能干完 我们就是最靓的仔 现在都说吧 劳动人民最美丽 对 对 活干得好 给你一个语言上来表扬你 这个比较厉害 妈呀 我对你 拔不出来了 拔不出来了 那得拔 脚往外拽 对 咱们这属于拔射了 脚踩在泥水里 踩进去是射 咱们再拔出来就是拔 我们把这块地种满 我们也就厉害了 妈呀 这个 种满这块地 这个 我们这速度估计天黑都 够强 你加快点 加快点速 好好好 咱们要不种点秧子 种点秧子 感觉很有意思 这个 好嫩的 您这个挺麻利的 看来我适合种南瓜 适合适合 您是演过张仪 下次您演诸葛亮就没问题了 公更于南洋 诸葛亮是中国地的是吗 中国地吗 中国的 对 成本不一嘛 公更于南洋 还真是 还真是 我觉得你这个历史人物要演他呀 对 最主要眼神要像 是 那怎么才能跟什么张仪呀 诸葛亮这些人像呢 首先你得种地 对 而且你得晒太阳 对对 而且不能在家门上玩电子游戏 对对 你否则眼神太现代了 这个气势就 气势就不行 就不古典了 种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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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行 我们把南瓜算是 基本完成 乱丸了老半天了 今天古语的日子 我们去 真是 这么忙的去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好好好 喝一点古语茶吧 太好了 劳动成果太好 谢谢你 谢谢王老师安排 好好好 您带我们 这边往这边 好嘞 走 好 老老师往这边走